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车倒闭了 那很多的用户呢 想要退押金 确实很难退 这也使得押金难退这个话题再次成为了一个焦点 那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企业进行不下去 倒闭很正常 可是从用户的角度 他担心的就是你倒闭可以 但是我的押金 我的钱 你退给我 那么这个押金到底怎么才能够追得回来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也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一起来参与讨论 同时 您将有机会获得门窗幕墙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小兰单车 它的押金怎么难退了 11月15号 小兰单车被爆倒闭 消息一出 民众关心的就是押金问题 但押金这事怎么处理 小兰单车并没有交代清楚 那么押金是否还安全健在呢 小兰单车最早被爆出问题是在今年9月份 当时 不少用户抱怨 小兰单车出现押金难退 客服专线打不通等情况 10月20号 小兰单车发布公告称 用户于2017年10月30日之前申请的退款 将于2017年11月10日前退还完毕 但到了11月中旬 小兰单车承诺的退款期限已过 仍有不少网友反映 并未收到退款 同时 小兰单车APP中的退款信息无故消失 押金一栏 直接从退款中变成未交押金状态 或许是受小兰单车事件影响 不少民众开始追讨他们在其他单车企业的押金 以市面上的主流企业为例 摩拜押金为每人299元 OFO单车押金为99元 小明单车押金为199元 优拜单车押金为298元 红黄橙蓝绿一圈配下来 有的消费者紧押金已经支出了近千元 好 刚刚短片告诉我们小兰单车 她的APP上面的关于退款的这一个界面 你找不到退款 这个流程到底走到哪了 能不能退 什么时候才能退 找不到了 那是不是这种押金真的是很难退了 应该怎么来追讨这个押金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这事不容乐观 因为你消费者如果想去追选 你唯一的途径基本上是去走法律途径 你很少人会为了这几百块钱 去花那个律师费花那个时间 你也只能说你要能抱团 去请一个大律师还有可能 但即使是你去请大律师 跟他打这个官司 但是如果他进入了破产程序的话 他你的这个偿还 他前面还要先还税款 先还这个工人工资 最后才轮到来还你这个钱 要不然干了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他能不能有钱还你也是一回事 所以我对这事非常不乐观 基本上这个基本上拿不回来 是的作为消费者来说 可能在开始注册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会议有压制 这么难退 对这个我是觉得很难拿回来了 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共享单车 很多的共享单车企业 真的就是被风吹起来的猪 如今这个风口一退的话 很多猪叭尽一下摔死了 那摔死了最后谁来买单 这真的不是单纯的互联网时代说 这个猪摔死的羊来买单 是你客户来买单 因为这个钱根本就拿不回来了 像小兰单车他之前上一轮的融资是四个亿 那么如果他现在现金流已经开始在动用这些 甚至是开始要走破产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不可能再把这些钱再收回来 本来共享单车就是一个没有盈利模式的东西 而且另外现在就是还有一个情况 像之前库奇单车出现在北京出现情况的时候呢 是工商局还是可以去调节的 那现在工商局已经明确指出来说 就是你们最好准备好材料去诉讼吧 去诉讼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东西如果是诉讼的话 那么消费者他所要这个押金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而且到最后就算是这个公司破产清算的时候 也是优先偿还债权人 那消费者的这个押金也是放在后面去偿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非常难以拿回来的 好 今天律师的 杨律师 这个共享单车押金的退还问题 它本身从法律关系来讲它并不复杂 我的钱我现在不需要你的服务了 我把钱拿回来的天经地义 法律也会支持 但是在现实当中呢 能不能实际拿回来 这个却是路非常的曲折 首先如果说他这个企业本身不诚信 他不主动的退还 那么你是否逼得你必要去走法律途径 但是呢每个人的只有100块200块300块 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是要打一场官司去诉讼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费时费力费钱 同时呢还有可能这个运营商是在外地 你还要异地诉讼 那最糟糕的一个结局呢 如果这个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那有可能它资不抵债 那有可能你全部或者部分就是拿不回来 就我们平时说的就是这个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但现在这个企业的命 它本来就是个空壳了 那个命本身也不值钱 他现在在这个界面当中 他已经把退款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像已经把它取消 那是不是真的还就想赖账了 对如果说这涉及到众多人的利益 如果涉及到公共利益 公众众多人的利益的情况下 它这个可能它这个性质 法律性质行为的性质可能会发生转变 如果说是我是恶意的 或者有一种情况还不了 表示我这个企业经营亏损导致破产 还有种可能是我是主动的恶意的 把你这个押金挪用 去用于跟这个共产党在经营 无关的一些活动 导致这个让消费者的钱 处于风险当中 导致到我觉得可能要 如果说是从追求他侵占 或者是合同诈骗这个角度 如果说服以行事的手段 那可能有助于这个公众 这个众多的消费者 能把这个钱投入 是 当共享单车进入到市场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担心 就已经注意到了 押金收取放哪 咱们的押金能不能够有保障 当我想推的时候 能不能够快速地推给我 那么作为这个共享单车 运营企业这些商家来说 他们在这一块 是不是真的就是做的 让大家没有必要去担心 做的很安全呢 了解一下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7年6月 共享单车用户规模 已达到1.06亿 按用户平均超过百元押金估算 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押金数量 可能已经超过100亿元 其中还不包括用户提前充值的 各类未消费余额 那么 押金都去了哪里 有没有银行作为第三方的 监管押金账户 摩拜单车方面表示 已于2017年年初 和招商银行联合宣布 达成了战略合作 将全面监管审核 摩拜单车的押金账户 OFO小黄车则称 在押金安全方面 OFO是国内首个进行 押金托管的共享单车平台 其押金委托中信银行进行托管 可以保障用户的押金安全 而就押金的具体托管方式 摩拜和OFO均未回应 OFO工作人员称 这属于机密无法告知 好 有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说是他们有跟银行进行合作 进行了第三方托管这样一个方式 但它到底怎么托管的 这些押金到底是存在那没动呢 还是放在那里托管 然后自己想动就动 梁律师 您觉得 他们到底应不应该 把这样的一个托管的方式 怎么运作的方式 让用户都能够知道呢 当然应该知道 这些钱本来就是用户的 我只是作为一种付款保证的用途 暂时寄存在你这个单车 共享单车运营上 就我有过错的时候 你可以扣掉 对 一规矩扣掉 我寄存在你这边的我的钱 我当然有权利了解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管理 在保证它的安全 那这样的情况 而且从媒体披露的消息来讲的话 不论是没有托管的 还是声称有托管的 我看情况都不容乐观 如果说有托管的话 它本身就商业来讲 就是个卖点 它应该很多 如果说是这个监管是有效的 那个充分的有保障的 它会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 它会充分披露它的监管方式 那这本身就是吸引客户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竞争的手段 这么好的卖点 它却遮遮掩掩的 那么当然我有理由怀疑 你这个监管实际上 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马云是不是也会有理由怀疑 没有 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托管这个词 实际上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 很暧昧吗 不是啊 你想哪一个公司的钱 不是放在银行的 你放在银行 托管不等于监管的 就是我把钱存在银行 我就说 银行托管了我的这个钱 不是放在家里的 对对对 那企业的钱不是都放在银行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里要强调的是两个字 就是监管而不是托管 就是为什么现在共享 经济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就过去我们是 以一个物品来抵押 现在是一个物品 以人为单位来抵押 那就出现了说 很多人共同抵押了一个物品 产生押金金额非常庞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第三方迟迟不对 共享经济的这种监管 类似于用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监管它 一定还会出现 别的共享模式的这种 卷款跑了 或者说甚至以这种东西 来作为一个创业模式 或者说来作为一个 非法获利的一种途径 那我觉得说一定是要监管 而不是简单的说托管 所以为什么它可以不公布呢 就是应该公开 它这个钱到底是放在那儿 成为一种保障 而且消费者可以随时可以说退掉 就是政府或相关部门 应该尽快地出台 第三方的监管细则 就是这个所有 不只是共享单车 所有的共享经济 你的这个押金要怎么来监管 要怎么披露 然后细则是怎么样子 必须专款专用 怎么能够做到专款专用 我觉得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朱博士您觉得用户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说对这种押金 在那边所谓的托管 还是监管也好 能够有知情权 能够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个事情实际上 互联网的这个运行模式 它实际上是一个 很创新的一个模式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那种要求 它专款专用 只是放在那儿沉淀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 膜拜单车 这个商业模式的存在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样 我一辆车放在这儿 我有十个人付了这个押金 现在我一辆车 卖了十辆车的钱 我用这个多余的这个钱 对吧 虽然这个钱不是我的 但是因为我可以 长期的占用它 所以我用这个钱 在你的账户上 在我的账户上 我用它这钱生钱 这是它的运营一个模式 如果按照传统的 这个所谓模式 去要求监管它 那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说监管 永远都是滞后的呢 因为你监管 实际上都是在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 暴露过程中 才去不断完善的 因为有问题存在 才去管 所以现在对它这个 要怎么监管 监管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 你这个钱 是不是只能放在那儿不动 还是说 你有比例的使用等等 那实际上都是要一个 市场 其实也跟那个 监管部分 我觉得它是一个 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按你的说法 就是说呢 它这个钱 在一个账户上 比如说放着呢 它可以应该拿去 做别的用途 但是应该让大家知道 它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运作状态 就是它这个运作状态 它是否安全 至少有个安全边际 比如说你拿着 10%到20%去用的话 我可能认为是个安全的 但你拿80%去挪用的话 我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不安全 但这个点到底在哪儿 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 达成一致 好 我们来看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参与讨论 他们的说法 薛律说 他说不及时退 他们应承担 延迟违约责任 而且呢 应该重罚 老洛说 工商部门要管呢 只要是有注册的企业 都是工商部门管的 企业不诚信经营 工商呢 必须去管 从诚信经营 这个角度 工商必须去管 好 欢迎大家继续 在我们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 获得门川木桥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 如果说 就现在也没有什么 第三方监管 按马云的说 他只是托管 放到那个账户上 他怎么用是他的事 那真的是向大家猜测的 怀疑的 他把这个钱拿去投资 做别的生意了 而且这个钱呢 投资完了以后赚钱了 是自己的 有风险 就推给用户了 各位觉得 就他可不可以拿去 做投资 其实严格意义上 应该说 虽然我不是搞法律的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这里面有两个东西 是有可能犯罪的 第一个呢 是其实这个押金呢 本身是一种占有权 而不是使用权 就是我把我的押金 放在你这里 那么你是占有了它 但是你不能随意使用它 因为如果使用的话 实际上有可能 金额大的情况下 是会造成侵占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我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 这种创业者呢 就是专这个漏洞 像有的共产 当车已经出现说 在市场上大量投放 但是不做后续的管理 也不维护 目的是 专门把它用来做一种 变相募资的一种工具 就像刚才 朱博士说的 一辆车它受十辆 或者更多的押金 我就是 比如说没钱了 我就拼命往市场上 去投放车子 然后这种呢 其实未来会涉及到 应该是叫做诈骗罪 因为是属于非法募资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其实相关的监管部门呢 还是应该要尽快的 对有一些东西 要进行一个定性 或者甚至是定罪 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 都应该是有敬畏之心的 就是不要认为说 法律现在目前有漏洞 那么我们就是 有封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去追封 我觉得这样 其实是对社会 和对自己人生的 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 所以我认为说 应该要就是 明确的界定 如果属于以上两种情况 大额挪用的 或者就是说 你是以非法集资为目的 那么他就是行事犯罪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是不是像这个单车企业 他们所做的 是不是法无禁止 它即可为呢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目前这种经营模式 确实法律 没有明确的规定 过去没有 对没有明确 不会没有禁止性的规定 但是没有禁止性的规定 不等于你在经营过程当中 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法律同样是有界限 像押金这样的 像押金这样的 所有权是贵消费者的 押金其实它的用途 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用于什么呢 你用于这个 当我接受了你的服务 不付款的时候 你有权这个押金当中 直接予以扣除 这是一种 这叫押金 还有一种叫预付款 那我也就是说 我不再付款 你还证 在我这个额度之内 你直接还证从里面扣 这两个钱 只要还没有消费完的那一部分 都是属于这个消费者的 消费者如果说这个是 你把它拿去挪用 那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是 像消费者隐瞒的真相 这个已经具备了这个 合同诈骗的一些 但是 一些特征 但是我不太同意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我记得在你这边 我应该我的钱 我不接受你的服务 我应该随时可以取回 如果说我要求取回 你拒绝给我退回 那么这个呢 数额大的 有可能构成侵占 那这两个呢 都是有可能承担行使责任的 他如果不是拒绝 而是拖延 或者说是不理不睬 然后呢 你一直拿不到退款 这个当中你不还给我 至于你是找什么理由 到处的结果 都是不给我 好 朱博士再说一下 你的看法 因为实际上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预付款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 企业法律里面 我收了这个预付款 然后我把这个预付款 拿来做这种 相应的财务上面的 一些运作 就是完全合理合法 不能混淆 一个是预付款 一个是押金 我们主要说押金 对 如果是以押金的形式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 预付款 那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预付款应该是 就现在我去买 你买东西 现在一个保证金 那我拿来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共享单车 押金难退 这个能解决吗 关节僵硬 关节酸软 关节无力 软骨磨损 关节容易出现 酸 麻 胀 痛 汤尘背剑健力多 科学五合一配方 安糖促进软骨修复 加入滑 一骨隔 补软骨 护关节 关节灵活 人生剑步如飞 汤尘背剑健力多 补软骨 护关节 汤尘背剑 五折新实力 管好你的胃 今日起登陆 星夜银行 好心动APP 参与中华城 五折美食记 网品 烧肉人 新州郊月 鼠大侠等大牌美食 喊你来吃饭 详询公众号 新享会 小蓝单车倒闭 用户押金追讨无门 个人所款难 黄牛却如囊中探物 共享单车押金 去向成迷 监管为何总是 姗姗来迟 公众押金 企业有权 私自挪用吗 托管方式 惠莫如深 难道公众 没有知情权吗 就算是迟来的监管 又能否捏住七寸 TV2 欢迎亮剑 共享单车 押金难退 谁来管 好 继续来关注 共享单车 押金难退 这样一个话题 节目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直播过程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窗幕墙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就是相关部门 对于共享单车 押金的 目前的监管现状 今年8月 交通运输部联合实部委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规范 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 鼓励免押金方式 企业已收取押金 或者预付资金的 要在注册地设立专用账户 实行专款专用 完善退还制度 接受交通金融等主管部门监管 要加强用户资金安全监管 并要求企业 急租急压 急还急退 11月6日至8日 交通运输部 发改委 工信部 公安部 人民银行等部委 召集全国17个省份 及北上广深等城市交通主管部门 再次开会 听取各地政策落地情况 并商量下一步具体措施 其中重要议题就是 共享单车押金监管问题 好的 这个押金的监管 相关部门是有指导意见的 这个指导意见是鼓励免押金 也就是希望企业不要收押金 但是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约束 对于企业来说 是不是它可以根本就不理不睬 继续要收 或者收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专门的监管 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底下 企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的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企业是这么做的 我就有用过那个单车 就是当时我一选 它有好几样 我一看有一家上面写着 这个押金秒退 后来我一看 它就是我用完了 它当时钱就会能缓到 一还车钱又退回来 所以我觉得那我肯定选它 这样的话我比较放心了 对吧 那另外还有个实际上 有的厂商它实际上是提供的这种 比如根据淘宝的信用积分 你信用积分达到了一个级别过后 你就可以免押金的使用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所以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底下 它这种一定是大家都会 真相去效仿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问题来 就是我们这个 到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往外面投放 所以说它实际上 还是一个市场比较混乱的期间 这个时候你没有强制性的约束的话 可能还会短期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对就是有些企业它继续它还是要收押金 那么这个押金到底应该怎么来管 我是这么觉得说 其实鼓励免押金 像刚才讲的只能是鼓励而已 因为你不能强制免押金嘛 如果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决定说 比如说我的自行车 市场还是有很大的需求 消费者还是愿意选择付押金 那你就只能说尽量鼓励说 其他的新进的企业 你可以免押金的形式 来让它回归上 商业的本质 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还是怎么去监管这些押金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们一直讲装款专用 那么装款专用现在是没有任何实施细则的 如果这个押金 也就是说你放在银行以后 那么有第三方监管 那么你出去都是因为你要退还押金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大 就是如果你拿去 甚至在银行里点财 比如说你托款在银行 我觉得这些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很多市场是拿过来做 比如澳洲市场的理财 或其他的 那这个风险就特别大 这对消费者来说损失就会很大 梁律师就是从专业的角度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就是现在为什么出台的只是一个指导一线 而没有一个硬性约束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出来呢 现在这个共享单车这个经营模式 典型的体现 就是那个 作为新生事物是吧 通显了这个管理的一种滞后 为什么 它这个共享单车的经营模式 它实际上是用资本经营的思维和模式 来做实体经营 所以它注定一开始可能就像一个怪胎 为什么呢 在这个模式之下 它那个每一辆的单车 在对企业来讲 它并不是个经营性资产 它仅仅是个财务工具 我们平时如果说我做实体经营的都知道 我租自行车怎么赚钱 那我如果今年我这辆自行车 折旧加车损 合起来一百块 那我要什么呢 我得了租金一定要超过一百块 我才就要有盈利 而这个现在共享单车的经营模式不是这样的 它对这个经营者 对这个实体经营的部分的盈亏 它是持一种很放任状态的 它获利是在通过溢价转让股权 吸引新的投资 它要靠新钱来回报这个创业者 那咱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创新的经营模式 就从押金这一块 怎么才能够保障用户押金的一个安全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方监管 这个大家可能厦门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几年前 这个厦门曾经有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 就是由于这个超额的 这个发这个购物卡 同时呢又拖欠这个供应商的这个货款 这个实际上是搞信用破章 导致这个很多的那个持卡者 既无法兑款又无法换货 当时还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就是这个事情之后 所以现在的购物卡都要求比银行第三方监管 所以这些年这个购物卡的这个发放和消费 才是处于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 许德方说应该有第三方监管 像第三方支付那样实现银行监管 缴纳一定比例的备付金 998说要有一个平台负责管理使用押金 出现问题平台就能够及时的处理 那对于用户来说 是不是有一种模式挺合适的 就是急租急压急环急退 朱博士这种模式怎么样 我个人还是觉得这种模式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模式确实就想对共享单车证来讲 往往又是让它不知道它原来的一个模式该怎么经营下去 如果大家都是把这块这个钱看得不错 我们先别操心它是要死要活的 关键是咱们的押金要有保障 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它这个企业一旦它都不能生存了 那么你这个押金它也没有办法往好的去推给你 一切都要建立在企业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共享单车这样那样的问题 你不是希望把它干死 就希望它发展得越来越好 对吧 那你不是足够的有个企业它可以这样吗 秒退 它的秒退 但实际上它是建立的 它还是有当天的时间差的 它在一天内 它的量足够大过后 这一天的现金浮用量足够它去去理财 因为你一两车一天可以被很多个人去压 它同时就是你能够秒退的话 它其实它的那个资金池里面 还是会寄责很多现金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早期它们要大量的扑货 它大量的抢这个市场 这才是背后的根本 那是不是可以逼着其他的那些企业 也可以按它这个模式来操作吗 秒退 如果是能秒退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好的事情 但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不敢秒退 是因为共享单车很多还没有找到盈利模式 也就是说 比如说单车本身的租赁是没办法赚到钱的 然后另外就是它也没有实现第三方能够来 比如说我做一些广告啊 能够来盈利 那没有找到盈利模式的情况下 它就没办法秒退 它不是现在已经 就是我们所怀疑的 它已经用这些押金去做别的投资盈利了吗 它必须要靠这个资金成电 它别的投资它有可能失败 它的盈利模式来自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押金 还来自于什么新的投资人的 溢价受到有权的时候 回报以前的投资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